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oang 曲 李宗盛 車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的小朋友又回來了 McKenzie 第二節 我們是否應該介紹一下 是啊,依然是在說 剛才你說了 剛才是說咖啡事情嗎? 剛才說咖啡嗎? 多一點而已 是啊 那現在我們說 個之夜 那越南 不是說胡志明 整個越南最出名都是河粉 其實我覺得 南北右邊 有多一點,真的不同一點 說真的,越南出名河粉 你喜歡吃南部的,還是北部 南部? 我也是喜歡吃南部的 反而我覺得北部不是河粉出名 只不過因為整個越南 這個熟悉的人是河粉 所以他們北部都做了 可以做到我們有客生 其實我覺得他們不是出名河粉 他們對煮河粉沒有什麼 我會覺得南部的 好吃很多 那他們煮什麼呢?如果是粉類的話 其實其他的麵類 其他的麵類? 其實我覺得他們真的好像不太會做 是屬於加工食品嗎? 會是水 這個也是 因為麵粉就是加工食品 而且 在南部你吃到新鮮的春卷 真的好吃 他們很喜歡Spring Roll 但是在越北部你吃不到新鮮的春卷 是炸的 不做鮮的 不做那種扣令作 南部新鮮的都有 你好像說用米餅來捲 米餅來捲成 那個肯定有 炸的也很好吃 但是在北部呢 是找不到新鮮的 我沒有什麼看到 反而蘇媽是炸的 但是我本來不喜歡吃新鮮的 不是新鮮的 沒有炸的 沒有炸的 就像清蒸一樣 因為你的口感不太正 是冷冰冰的 好玩呢 是一味氣會給你 快米餅來 然後你自己包 自己加料 進去 現在南部有些食物呢 先說回河粉 那河粉呢 跟這裡的河粉 真的不一樣 河粉真的很滑 它的河粉是乾的 透明 我們平時看到麵包的河粉 是濕的 濕的 都不用滅的 都不用過熱 都不用下熱水到滅 就可以藉著 煮的 但它們那些不是 它們是乾的 而且它們煮到是透明的 放湯之後 煮了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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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乾的 好像還沒見面乾 OK 但是你需要煮了之後 感覺好像薯粉 好像紙碗筋一樣 但我沒吃過 我應該吃過 但我不是經常吃 所以忘記了它的口感 但它的口感真的不同 對 很不同 真的很香 然後它主要有雞肉的東西 那為什麼不是說那個米餅 因為 那個也是它們傳統美食 然後最 但是河粉比較出名 這個就是 比較傳統的食法 是 即是會給一些 第一次我到那裡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它們經常給一些 不知道什麼菜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相片的 右手邊 有沒有 對 筷子那裡 我們經常說 這些菜食物不能吃的 我說在馬來西亞 他們當作野草 為什麼他們拿來吃的 我們不吃的 好像這一堆 這一堆 就是九層塔 哦 鼻塑 鼻塑 還有青檸 嗯 這是什麼 菜廣 我不記得了 不知道 我不記得了 總之你們會給一些青青的東西 我有見過有芽菜 芽菜 你也會給你一碟芽菜 對 之後通常就是給你擠在這碗面上 你自己加 加進去 用來吃的 嗯 所以他們來的時候 那個河粉只有湯 還有一點青蔥 沒有的 就是一個湯 我跟你們叫 有河粉之後有些雞肉片 是豬肉片 是豬肉片 豬肉片 豬肉片 沒有看到 通常是配牛 雞是牛 所以很常見到一個字 P-H-O V-O P-H-O 我們叫做雞粉 大概是粉雞 是粉牛 是 雞絲何粉 是粉絲 粉雞 粉絲 Furgar 這個是 給我兩個 比較 就是給我去到那裡 你推薦你一定要吃的 好像不能選擇 吃 要說真的 那裡除了河粉 好像不能選擇 好像不能選擇 好像我們這裡的雜飯 噢 所以你也說做雜飯 我記得你之前跟我說過 豬扒飯 對 我真的不明白 真的在那邊才能找到 他們的豬應該會好吃 跟泰國一樣 就是這些 體樂普通 一顆煎蛋 不好意思 這些閃光的煎蛋 哈哈哈哈 另一邊有些鹹菜 醃菜 辣椒醬 另一邊就是豬肉 嗯 對 這個豬肉 豬扒 其實是用來燒烤 是用來燒烤的 是用來燒烤的 是延長燒烤的 不是等你餓得才來燒烤 嘩 都很快 是啊 而且 是在那裡我才能吃到的 它的味道有醃過 所以你覺得 這個味道 這裡馬來西亞沒有 說真的 這裏呢 是Loran起床回來之後 讚不絕口 每次聽他說 他就跟我說 哇 豬扒飯 真的令你回味無窮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 之前我住在那間旅館下面 我不知道 原來我第一次去問 那時候 第一晚去到 去到晚上九點幾 去到酒店 然後十點幾十一點 我已經想到明天去哪裏 後來 不對勁 半夜生家人煮東西 還這麼香 很瞎 打開窗 我看 哇 什麼事 半夜十二點幾 一點的人排隊 在那裏買飯吃 那檔東西是我家樓下 算了 第二天 又來 又買 不是吧 第三天之後 我問我 之前 那個酒店 其實昨晚半夜那是什麼 來的 一個解釋給我聽 我來燒烤肉 之後有什麼 有什麼 之後我問他怎樣喊 我要吃 我要怎樣說 他搞起我怎樣說 那天晚上 就跟我朋友 真的等到半夜 十二點幾點 下去 開檔 即是我們十二點才開檔 半夜才開檔 這樣吃他們都很健康 做野鬼的生意 是那一檔 我覺得是我第一個經驗 我站在那裏很久 排隊到那裏 學起講 那一碟東西 在那裏的名字叫抗膽 抗膽 抗是飯的意思 抗 C-O-N 應該是烤豬肉 我猜 抗慘 所以我叫他在那裏 我一吃 嘩 我愛上了 後來呢 因為 不知道我怎樣吃 幾天 所以在爐上看到 總之有這個字 我就知道是飯 加豬肉 哈哈哈哈 但是其他檔口 有沒有那麼好吃 差不多 總之我覺得 我很變態 我吃可以四餐 這個東西 一天 吃可以四餐 因為其實他的醬汁很大 很細 一點點 一塊豬扒 一塊雞蛋 所以我覺得醬汁很大 我的朋友吃得完 哈哈 永遠有我 餓完吃了 哈哈 餓完吃了 吃了四輪 所以他真的選擇不多 那幾樣東西給你 其實還有其他選擇的 還有這些 所以後來都 這些是晚上 看到有 豬汁 應該是 其實那裏的粥都不錯 新鮮可憤之類的 有些豬汁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裏海鮮比較多 可能 所以他們煮的海鮮粥真的很甜 有很多事堪之類的 有些鶴類的東西 其實這些在品壇市場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品壇市場 或者是一個 品壇市場 你在晚上的時候 有很多檔口制開 衛生上可以的 可以的 其實衛生 可以的 你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 其實我會說很骯髒 其實我的朋友 他們會害怕 不可以看別人怎樣做 因為你去印尼 你真的要小心 你去印度 更加要小心 對 我覺得比印度好很多 其實我覺得 都是家裡乾淨的 不會很骯髒 應該是 應該會 其實你會看到他們 那些人比較硬 會擔任一兩男的東西 會在街邊坐下 然後就開始賣東西 其實那些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是不硬的 我試過吃什麼 炸椒 有炸米 炸飯 應該是糯米飯 飯怎麼炸 包了之後 外面捲一些 那些粉類的東西 之後用它炸 就一條條的飯 都在路邊買 而且所謂的路邊 不是很像我們這樣 我們就說 那個檔口 就是兩個粥 放在那個路邊 在前面跟莫多 可以走過的距離 即是你站 那個東西 就是用一個 包裝袋子 蓋住 即是走到哪裏 做到哪裏 對 就這樣 莫多在前面 飛來飛去 飛來飛去 你說骯髒 沒有 跟我們一起吃 我覺得 只要我去想 沒有去心理作用那一關 就應該沒事 那裏其實有一樣東西 我覺得好像我們這裏 我們在馬嬤 我們在馬嬤是喝爹 打你 你那個晚上的路邊 就是有些檔口 即是你是喝果汁 果汁 果汁檔 果汁真的很好喝 很便宜 一杯不知加多少錢 要看它現渣 對 現場渣 然後那個果是新鮮的 新鮮的 你要看到它有一個檔口 然後有芝麻生果 悶不悶 繼續有榴槤果汁 這樣好 因為如果你說我去過飛來賓 他們是鮮的 即是說他們 我去過是波羅卡 就是海邊 長灘 他們的生意太好了 每個人都喝Mingo Shake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雪櫃 裡面裝了很多鮮的 是已經是棉了 所以那些的話 因為它也沒有劑糖 它一打起來已經甜到流 所以就覺得那些可能已經加工了 如果你說你當場切的生果 它當場跑 它會健康一點 所以我明白為什麼 這些女生這麼瘦 沒有 其實他們有說 這個 即是我想說 有一個這樣的 我讀一半雜誌 是未吃雜誌 但他們這樣說過 為什麼你在越南 你找不到麥當當 和家鄉雞 有啊 什麼沒有啊 比較少一些 即是生意做得很差 你們都有的麥當當加鄉雞 你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 我真的沒有什麼看到 說真的 是好笑 真的好笑 讓我猜一下 他們沒有什麼喜歡吃炸的食物 又沒有理由 例如Spring Roll 他們有很多炸的 他們跟美國關係不好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之前 都是有的吧 莫非中國人不吃壽司了嗎 嘶 其實真的挺慘的 你知道他們一直在播那些 那些神劇 全部都是 他們真的挺慘的 如果你說 坐漢達車的時候 那些人都挺慘的 好啦 我也是在想 會不會是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他們做得不太好 呃 又要 那個書是這樣說 不是我說的 一就是 他們不懂得 用手吃東西 一定要用筷子 對 就算你是西餐廳 你用紙巾叉 也會問你拿筷子 厲害 之外 舊式那些 你做不到那些人的生意 你只可以做到 可能年輕一派 出國國回來的那些 近代的小朋友 那些年輕人 比較老一派 那些 那些 比較有消費能力 那些人 他們做不到這些 他們吃不到這些東西 你叫你上西餐廳 是回落 是要跟你的筷子 你去到快餐廳 是不會用手吃的東西 所以 不習慣 不是說不懂 懂是吃 但是不習慣 所以不會是 所以夾著漢堡包 比較卡碎 對 你這樣吃 他們會很不習慣 但是 他們那裏 法國麵包 那些 對 你都是這樣吃 都是用手 但是他們那本集 只是這樣寫 我讀開 又有幾十個 一二來 他們越南人 有太多食物了 這個食物 不會 勾起不了他們的回憶 可能可以進入市場 但是不是這班人的生意 是未來人的生意 那想問一下 你們去泰國那時 越南 越南 我想問 你們去泰國那時 快餐店會多嗎 我其實都沒有去過泰國 我想看民族性 他們會不會有 就是泰國 越南有快餐店 是自家 自己那種 所以 他們的快餐店 現在是外國的 帶進去 泰國、外國的帶進去 當馬不吉堅 都有 做得好嗎 我不知道 其實都有的 但是沒有我們這裏那麼多 對 我們這裏是好 他們那裏都有的 但可能因為他們 走幾步就有餐廳 走幾步就有餐廳 就算不是餐廳門口 外面都有些 路當 對 有街邊當 一般都在你隔壁店 有一個當人在賣食 所以 沒有必要 那麼多快餐廳 這裏是什麽 2月2014年 說的話 它是什麽 麥當勞進駐越南 開發亞洲 最後的潛在市場 嘩 就是它入了多久 2014年 我那本集字應該就是 差不多 2014年 我前年讀的 應該是KFC入了 這樣就應該很快 因為它的遠侵力很厲害 對 我最後一次去 之前我聽我朋友 我朋友去的 在我看Share的時候 越南已經開始有些所謂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 比較年輕一陣子的 之前歐美或者是 澳洲風的咖啡廳 餐廳 已經開始有 說起這個蜜當多 之前我看到的 也有漢堡包 不過是 日本那個牌子 M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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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進來 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又失敗了 對 好像之前說 它是什麼隱姐 真的沒事 隱姐還在 在越南 在泰國還可以的 生意多 我發覺可能 那個人 拿了總代理那個 他不足夠打 因為你真的要打得很厲害 怎麼打 麥當當是誰 我們這裡是麥當當的 茶時間 原來一開始 那時候 在檳城 已經有人做了 後來做到 不太好 然後後來 喝茶時間 之前第一手 是否有一個人做了 然後 第二天他拿 那時候 就是李嘉嘉 上馬來西亞 十大傑青的 那時候很紅 他訂很多錢做 第一期做 那個不是太好 我知道第一期 已經有 檳城 那 我這一層 我不是很熟 什麼咖啡 都不熟 我聽到另一個故事 我不要說 這節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見 我們下一節見